里长茶叶蛋很夯 为了回馈消费者 汐止区长青里长陈建新 在去年是推出了1000颗里长茶叶蛋 等你拿的活动 只要现场买蛋 而且在脸书按赞 就有机会读得1000颗的茶叶蛋 活动结束 共有541个人按赞 9号当天也抽出幸运得主 并且会公布在脸书上 来到长青里长办公处 除了鸟与花香 还飘着浓浓的茶叶蛋香气 刚煮好热腾腾的茶叶蛋 一起锅响起四溢 寒流中吃一颗真的暖乎乎 有民众这一吃好几年 只说好吃 不错啊 你一定有最薄的 你煮茶叶蛋最薄的 不错给你煮茶叶蛋 没好人怎么会煮 一定会煮啊 所以刚才很好吃就行了 很好吃 它有人真正的制 要有放材料就好 放真实的材料就好 去年中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里长也推出好康活动 1000颗茶叶蛋等你拿的活动 也受到热烈回响 时间到了 里长也将按赞的全部都引出来 手上这一大碟共有541张 都是按赞的名单 丢进透明的摸彩箱 由第三人抽出得奖名单 从100颗两名抽起 现在抽的是 1000个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谁 既然我们有推出脸书按赞 那有买有吃 那我们就给1000个 300个 100个这样子 另外还有300颗一名 最后抽出独得1000颗的一名 四位幸运而热腾腾的出炉 也将公布在脸书上 那今天我们把它抽出来 那按赞上 它如果在一个月以内要领取完毕 那如果它不领 我们就另外 兼给低收入的 把那个数量 兼给低收入出来都可以 民众可以 那个电话鞋上 看什么时候上来领 按赞上在一个月以内 把它完成这样子 那我们会公布在那个脸书里面 里长独特密方调制 配方不外传 现在又通过SGS的检验 民众说吃得安心 而这次总共要送出1500颗的茶叶蛋 一个月时间领取 如果预期没有领 里长也将做爱心 全数捐给弱势团体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